发跃于青藏高原的蓝沧江湄公河 蜿蜒4880公里 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后汇入南海 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 养育了流域7千余万人口 自2014年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提出蓝莓合作机制以来 蓝莓六国深化务势合作 促进了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刚刚结束的 由蓝莓水资源合作中心和美委会秘书处 共同组织蓝莓六国专家联合开展的 蓝沧江江源联合考察 更是为了进一步增进各方 对蓝沧江源区水资源管理 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实践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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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开展的蓝沧江江源联合考察中 蓝莓六国的水利专家们 实地考察了蓝沧江源区生态环境 文化和社会经济状态 这其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是确保一家豪水向南流去的重要方面之一 主要是五大支流流进我们囊签 我们根据州委州政府的要求 加强了这个河长制 湖长制 第一个是加强日涨的这个河湖的监管 第二个是加强这个 也就是河湖这个垃圾的这个清理 第三个是也就是保证 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河流不受到这个污染 尤其是一些河道治理 这几年的话我们加强了这个生态 保护这方面也就是这个项目的落地 加强这个林管员和草管员 对这个生态修复 生态管理 生态保护 这方面也就是加强了这个整个 农牧民群众的这个思想工作 自2005年起 蓝沧江源头杂多县进行了黑土滩治理 湿地保护 属害防治等工作 为生态治理投入十亿余元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 除了落实河湖长之外 还增加了一户一港生态管护员制度 发动住在源头的群众成为管护员 带动他们的家人一起 为三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出努力 从05年开始我们三江源一期工程 二期工程直到2016年 正式成立国家公园来 这个工作已经持续进行了十几年了 咱们这个群众它本身就有一个保护大自然的 一个自主的意识 张民族生来就有一个传统 但是现在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环境 除了侯府长制度以外 还实行了一副一港的生态管护员的制度 就每家每户安排一个生态管护员 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范围里 总共我们安排了7752个管护员 连同他们的家人就带动 相当于是国家公园范围里的三万多名群众 全员地参与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个任务 蓝美水资源合作中心培训处处长 程东升向记者表示 生态系统的保护包含着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从整体的角度来看 二者自始至终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说到生态系统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包括水生物等等 这些因素在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 生态系统的保护的话 实际上肯定也包括这个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那么水资源保护呢 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 来促进了我们生态环境的保护 我想这两个关系的话 既有这种包含 实际上也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 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这个水资源保护的话 它是相不相成的 有一个关系 谢谢